事實上在這個階段我們還看不太出來 這個側邊跟這個Tub的Side 跟Tub到底有什麼差別 因為事實上我們還沒有做Material的Glam 也就是說兩個材質本身 基本上還沒有產生一個關聯性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其實還是以Tub為主 那麼如果我要產生一個關聯性的話 我們要加上另外一個比較特殊的 叫做Landscape的Mask給他 那麼 首先我們要做這個顏色上的一個控制 然後變成是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我希望他中間有一些過渡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讓他能夠更深度的更小一點 那我希望他的這個Mask 能夠Relative to Object 也就是說 當我在調整這個Gaution Relative to Object 他會沿著我的這個球體 做這個形狀分布上的一個改變 那另外就是底下的這個 Positional Noise的部分 我們也要做一點點微調 我把它打開來這樣看 所以比較好 Influence的部分 我們給1.5好了 然後Scale 也給1.5 所以這邊會有一下Update 那麼Roughness 我們給0.5 在這個Positional Noise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 那麼底下還有一個叫做ShiftBats 在ShiftBats的部分 一樣我們就需要把它選 那你會看到這個結果又變得不太一樣 在Influence的部分 我們讓它是1.5 然後Scale是3 然後 差不多底下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剛剛調的Mask 現在長得這樣 事實上我們整個Material 已經做了一個改變 它已經變成是這樣子的一個分布 也就是說 上面是雪附蓋的地方 那底下就是 我們山的側面的一個部分 那麼如果覺得這個 側邊的藍色太誇張的話 事實上我們可以回到我們這個 然後找到我們的Side 這個部分 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調的比較藍一點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把 它的色濃度降低 然後讓它安一點 變成是一個比較灰的一個方式 或者是說 我們也可以讓它 偏的比較咖啡色 它可以說像這樣 有點 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所以它的顏色分布又會變成這樣 那目前大概就是比較接近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會覺得它是在上面 然後我們會把它変動